年轻妻子突遭惊变 丈夫遇车祸瘫痪 我当时知道了 我就知道她是不能走动的 尽管心中充满苦楚 但是她选择坚强 有我看你什么都不怕 二十年相如以沫的一段感情 成就了一段幸福人生 我就感到很幸福 很幸福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执手偕老 《道德观察》 各位好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童话里边 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是更多的人 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希望 而且童话就讲到这儿为止 往后不讲了 因为一旦浪漫遭遇现实的冰冷 到底还能保持多少温度 对现实而言 很多人面对的这种拷问是非常残酷的 在广东省惠州的龙门县 有这么一对夫妇 他们用自己二十年的岁月 坚定的给出了一个唯一的答案 在徐润清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到这儿有什么好的地方吸引了我 对啊 看哪儿好了 那时我们也不讲那么多了 那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她的什么好处 反正我们就是在认识了 就这样很自然很自然的就在一起了 如今已经51岁的李伟光 两情相悦的徐润清和李伟光 不顾家人的反对生活在一起 高中毕业的徐润清 只身去深圳学了两年美发的手艺 回到龙门开了一间很大的美发厅 就是那个蛋糕很大 全部都是我自己管理的了 我请了八个十个 那个洗头的 1988年李伟光和徐润清结婚了 婚后很快生下了个可爱的儿子 这时候心疼妻子的李伟光提出 让徐润清专心带孩子 就不要出去打拼了 他自己买了辆汽车 开始跑货运 不幸的是 1995年5月的一天 运货途中的李伟光发生了车祸 去张布台嘛 下坡的时候 车祸车没有刹车 没有刹车 撞撞了三上 这就是放下来 在医院里李伟光被抢救了九个多小时 交集的徐润清 像没了魂似的在医院里徐润清 这是他第一次去广州 也是他第一次独自在冰冷的医院里 待了那么久 在楼梯间上上下下几十次的徐润清 心里像装着一块大石头 觉得随时就要崩塌了 经过抢救李伟光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医生告诉徐润清 他丈夫的胸椎十二节骨折了 李伟光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 这段日子都是徐润清在他身边贴身照料护理 我在那里服事了他几个月 把他翻身转身了这样擦被子了 到尸倒尿这样的 我就告诉他 我说有我在你什么都不怕 躺在病床上的李伟光身体动弹不得 心情却如同热油倒在滚水上 翻腾了很久 那时候我小孩小红 他一个人我也不想脱离他 所以在医院里我就骂他还管他做 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样 医生院要不要判定我能够好不好 我就怕他连续他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 病还是要治的 生活还是要过的 我们还有一个小孩那么可爱 我说你以后大把时间 我会把你的病医好的 不远后徐润清无奈地推着 失去行走能力的丈夫 回到龙门自己的老家 为了给丈夫治病 他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那时候 李伟光的奶奶父亲和妈妈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为了一大家子老小的生计 徐润清不得已重操旧业 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间小发廊 天天都哭 你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 你看到我这样 你都不哭 你去那给我哭哭 那个时候的徐润清心里有说不出的凄苦 去菜市场买菜 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和丈夫年龄相仿 行走正常的男人 他都会忍不住自怨自意一番 我看见路上有一个男的走过来 我看见他我都已经掉眼泪了 就是我想到他太突然了 他搞得叫我太突然了 怎么他不会走路 丈夫李伟光出事那年 徐润清才二十七岁 风华正茂 身边也不乏仰慕者 这个时候徐润清的朋友就开始劝他了 说李伟光这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 趁着还年轻 你还是得替自己早做打算 徐润清还真有自己的打算 她是客家人的女儿 从小温婉和善 她舍不下这个跟自己自由恋爱 相爱赌身的男人 但是一大堆现实的问题又扑面而来了 一家子大小六口人得吃饭吧 儿子七岁了要上学吧 这些人和事都需要他来照料打理 原本一个弱女子 不得不成为全家的顶梁柱 悲剧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家庭 残酷的现实让原本性格温和的李伟光 变得脾气暴躁 甚至有点自暴自弃 说有多坚强是假的 毕竟作为一个女人 徐润清说自己其实也很脆弱 但她相信一切会慢慢好起来 徐润清的小妹 眼看着姐姐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过生活 心痛不已 谢谢了 也辛苦 作为一个女人 你说什么都要照顾 上有老下有小的都要照顾 还有老公也要照顾 三年都要她照顾 你说那么辛苦那么困难 还蛮难过的 还太大了 多年以来 徐润清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常态 她的核心就是丈夫和儿子 每天除了照看美发档口的生意 她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打载了照料丈夫饮食起居 收拾打理家务上面了 因为李伟光的腰椎里嵌入了钢板 钢板上的钢钉对皮肤有刺激 不能保持一个姿势时间太久 一般坐轮椅三个小时 就必须要躺一下 每次上下楼梯都是要由徐润清背着她上上下下的 一般来讲的平静来讲的 一天就六起 一早上下来 七八板又上去 睡午下午下午又下来 七八板又上去 冲完粮又上去了 早上起来 那个时候 我不会动的时候 她经常都要跟我按摩 我就以为自己会好 半年 一起半年 到一点就更有按摩 每天一早 徐润清的例行功课就是给丈夫打水 帮着她刷牙洗脸 然后为李伟光按摩肩背 脚腿 有些时候 为了让丈夫可以舒展地站一站 徐润清还要抱着李伟光 让她依偎在自己的身上 体会一下站立的感觉 这个地图可能不可了 不可了 快上去 不要剪得那么短 让她创新的 紧张 一日三餐都是徐润清为丈夫料理 而李伟光也会默默地帮着妻子摘摘菜 或者就在客厅里静静地看着妻子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李伟光知道妻子经常腰痛 也知道那是因为她背着自己上下楼梯落下的毛病 她会腰痛吗 肯定啦 你背着我二十多年了嘛 二十一年 你一天就六七来讲 就几万七都二十年了嘛 是不是 那么长时间背 以前她还比较晚走的 以前她的旅游是五楼板 二楼板那个梯啊 断了最绯 也不会这样 还不及现在比较好生 你都这比较晚走 李伟光说 以前他们家那老房子是木地板 虫子把木头筑烂了 有一次徐润清背着他上楼的时候 这楼梯塌了 两个人一起从二楼摔到了一楼 我们作为旁观者去看这对夫妇俩的生活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徐润清你看他总是忙前忙后 每天买菜啊 做饭啊 洗衣服啊 李伟光呢 基本上都是默默地注视着妻子 这个家里边经常是静悄悄的 就跟看末片电影似的 偶尔两个人用客家话相互说两句 会让人觉得他们两个彼此心意相通 默契度很高 这几年间 李伟光的奶奶和父母都相继辞世了 他们生前一直都念叨 李家娶了徐润清这个媳妇 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啊 为了供儿子上大学 徐润清夫妻俩四年间 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直到前年儿子毕业之后 在广州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徐润清说 以前在深圳学的美发手艺都荒疏了 很多新潮的发型和剪发 他都不会了 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行当里 是落伍于时代了 在自己家一楼开的这个美发档口 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家庭作坊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所以来的一般都是首客 每月几百元的收入 可以勉强帮补一下家用 现实中的比较还是存在的 徐润清今年47岁 很多在他这个年龄的同学 昔日的朋友 目前都过着相对稳定悠闲的生活 他们也会约徐润清一起出去做作 但大多时候会被徐润清婉拒 李伟光说 妻子虽说是土生土长的龙门女人 但这些年为了照料自己 很多龙门著名的旅游点 她都从没去过 龙门的温泉后有没有去泡过温泉 她泡过温泉 就是一个在同学会 去过温泉 去过温泉 人家在那里泡完 她都去哪儿 不管在我差点 还是电影你这个 电影我 还有电影你这个三斤 所以老婆对我孙最好 徐润清生活的天地 几乎就是在自家祖屋的这一片天空之下 每天除了出门买菜 她几乎从来不离丈夫李伟光的左右 哪怕不说话 就是能看到她 也觉得特别的踏实 天光晴好的时候 推着丈夫的轮椅一起到江边散步小坐 对徐润清来说 都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很珍惜 即使的感情的 我是客家人 我本身那个心人远的 我不可能丢下她一个人 在丈夫李伟光看来 徐润清似乎还是三十年前的 那个小女孩 无论家里家外她多能干 只要在自己面前 她就立刻还原成 那个小鸟依然的女人 她们两个都说我都说我怎么去走呢 是吗 我不可能这样做 我就一直这样 不是她们两个 跟我小孩都说 不是好我老婆 我教过 现在我也熬出头了 现在这样了 都感到我是幸福 很幸福 就是这样 我相信作为丈夫 李伟光是幸福的 从居家的细节当中 我们能看出这位女主人 打理家务的素养 作为一个有长期 瘫痪病人的家庭 这个家清清爽爽 没有任何的异味 我们看看李伟光的穿着 干净得体 再看看她的脸色 光洁红润 再看看女主人徐润清 外表柔弱 说话轻声细语 但我们都能感受到 她柔韧而强大的内心 徐润清说 尽管丈夫在生活上 没有办法帮助她 但丈夫还是在精神上 给予她很多支撑和温存 古人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执手容易 一次爱的冲动就可以了 但偕老对人的情感 对人性都是一种考验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